對 然後我覺得今天 對 希望他們都能夠不要緊張 然後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拿出來 對 如果他們懂過你身邊的身形看 你能不能預測一下今天的前三體 我真的沒有辦法看到全部 我還很認真的在投入在音樂裡面 不過我覺得今天的所有的家裡 每一位都非常的美麗 對 真的 看姐妹女有沒有如啊 當然我跟老師一定非常認真在演奏樂器的 所以絕對沒有偷瞄 演什麼戲 沒有啦 其實下午在彩排走台就看很認真 因為他們其實為了這個比賽 然後準備很久嘛 那我相信今天不管是誰輸誰贏 應該大家都獲得會有很多 那我自己覺得很開心就是 這次能夠找我們FAR來演唱這個主題曲 那而且我覺得就是 剛剛在唱《微光》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感覺怎麼樣 我自己感覺是跟彩排完全不一樣 就是覺得真的希望透過 不管是美好的音樂 美好的事物 甚至選美這樣的事情 可以把很多愛傳遞到更原的地方 對 那我從小就喜歡看選美啊 對 但我覺得選的不是外表的美麗 而是心靈的美麗啊 那今天我覺得其實每位嘉莉啊 老師喜歡高知識美女 高知識美女 高知識美女 也不能這樣說啊 我覺得有內涵的美女 那我覺得呢 其實他們不管在機制的反應上面 在整個的台風舞台的魅力上面 我覺得真的都是一石之雪了 因為這是這個環球的中華小姐嘛 所以我相信呢 今天我們一定會選出一位 最具代表性的這個美女 而且呢把她的愛心啊 跟未來我相信她會很積極參與很多的 社會供應活動 也希望把這樣一個美好的這個事物呢 帶給全世界的華人 其實我覺得FR的歌我們一直都希望 不管是快歌慢歌抒情的歌 都是希望能夠帶給人 是比較正面的力量 因為我覺得 不管是在順境逆境啊 每個人都會有 可是 微光在有歌就希望 好像每一個人像一個 小小的一個蠟燭 但是當每一個人願意 分享自己的時候 就可以照亮這個世界 對 所以跟這次的主題 就是選美的主題 其實是非常息息相關的 那就蠻榮幸的 能夠選到我們的這首歌 對 這次選這首歌讓我非常開心 對 這首非常特別的歌 你們很有眼光 謝謝大家